今天是演唱會 我們就聊演唱會 聊小指 你看小指這麼可愛 我終於來到這裡了 快點聊我 不要逼我 今天是開心的事情 對對對 心情沒有受影響 沒有受影響 第一次主辦巡迴演唱會 越活越帥 用歌手的身分 結果呢 沒想到歌手一定要經歷的人生 演唱會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要 失聲 中暑 感冒 然後前天還燒到41度 我已經全部一次經歷了 很厲害喔 所以我今天呢 整個是這個 算是 暴病上場 因為是出道20年 我第一次舉辦巡迴演唱會 越活越帥 對 用歌手的身分 結果呢 沒想到歌手一定要經歷的人生 演唱會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要 失聲 中暑 感冒 然後前天還燒到41度 我已經全部一次經歷了 很厲害喔 所以我今天呢 整個是這個 算是 暴病上場 對 但是 還是很開心 因為今天有非常多我的 時鐘粉絲 都跟著我20年的粉絲 都會到現場 所以 不管如何 就是給他們最好的一個 滿滿的回憶 跟Energy這樣 這個就 今天是 演唱會了 我們聊演唱會 對 因為其實 官司的部分 像最近有些新聞 不過因為官司的部分 剛好是跟阿信老師比較沒有關係 對 然後 今天剛好又是一個 好日子 對 所以他也 他其實也不方便他們其他的 他的 團圈團圓的立場 對啊 是那個 之前您的創作 您是覺得有抄襲 有點訊息 那這個 官司六月份有二小 會在上市嗎 他到時候在看 我們看狀況在 這個就 今天是演唱會 我們就聊演唱會 聊小指 你看小指那麼可愛 我終於來到這裡了 可以聊我 對對對 其實阿信老師 他想講的其實之前都 都發表過 但他的社群都發表過 其實他沒有新的 沒有新的 就之前 對啊 就去看就可以 對對對 不要逼我 今天是開心的事情 對對對 但是心情沒有受影響 沒有受影響 而且今天 今天我獲得了 三個大禮 對對對 對啊 就是原本是一場的演唱會 本來想說紀念一場 結果 這個Alan哥 跟唱片公司 就是直接宣布十五場 嗯 我覺得是 你的新挑戰 對 這個就蠻開心的 然後第二個 還獲得了 這個韓國 來回 因為大家知道我這個平常 這個很愛家 對 愛照顧小孩 然後跟老婆跟小孩很喜歡旅遊 所以Alan就直接送我這個 韓國來回 因為我發現他老婆也蠻愛海星的 對 蠻多 所以剛好 謝謝 好 謝謝